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Vega 我昨天一整個晚上沒睡啊 因為想到今天在釣魚 我就非常期待、興奮、又怕受傷害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像我一樣呢 好啦,現在呢我能在基隆河 基隆算是台北一條 算...主要的河川吧 至於這裡會有什麼魚呢 其實我也不清楚 我在網路上看到別人在這邊釣 應該有一些別人放生的觀賞魚 或是一些本土的魚類在這裡面 實際呢會釣什麼 我們也不知道,釣魚就是這樣子嘛 永遠不知道你釣的下一條魚是什麼魚 這個點實在是有夠難走的 我剛從那上面 一路跳跳跳跳跳跳下來 有點想到釣魚其實還是要練一點體能的齁 不然有些地方也是到不了的 好啦,話不多說,先來個轉場吧 剛剛跑去問我朋友他剛剛已經種一隻魚了 他說拉力非常強 然後他是用水錶耳種的 所以我也換上我的水錶耳 這邊呢聽說有那種非常兇猛的磁條科 希望今天可以搞到那種魚 我剛剛不好拍到 我剛剛剛剛剛剛種一隻魚了 有一台 很兇吧 蠻兇的 腫囉 中一隻 哇,中一隻無垢魚 他直接勾在下巴 終一隻無垢魚啊 這樣河面其實蠻寬的 找魚就不知道從哪裡找起 前天下過魚 水質還蠻清澈的 還用小亮片 慢慢的抖,慢慢的跳 中! 中一隻了 這隻很沖耶 哇,他直接上來 中了一隻 耶,這個魚 這魚其實還蠻漂亮的耶 他應該是那種 被人家放生的觀賞魚吧 然後到現在在淡水河裡面繁殖 好險我手又擋到了 他不管是胸騎還是背騎 都是蠻刺的 如果在抓他的時候 小心不要被他用到 大家在看我影片的時候 應該會想說 為什麼我常常釣外來種呢 其實呢,不是我常釣外來種 是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河川 都已經被外來種給佔據了 我覺得雖然不想釣到他都難啊 本來一開始不太咬的 我還是有點擔心說 他打龜 不過現在還好 有種兩隻魚了 剛剛釣是 我把他耳貼底 然後慢慢的 輕挑輕挑 在這過程中呢 就被他接殺了 剛剛釣那種魚應該是群居性的 所以有1通常就會有2 1.2 好啦,就終於一隻 這隻比較小隻 這種魚應該在水族館 有機會看到他 這種魚應該是來自中南美洲的吧 沒記錯的話 有點像無垢魚但是不是喔 同樣都是磁雕刻的 好,我們來結尾一下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結尾要在這邊拍 而不是在河邊就拍好了呢 其實是因為我在釣魚 在拍攝的過程發生了一件事情 讓我的心情非常的差 臉色非常的沉重 至於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吧 好,從畫面可以看到 我的耳在回彈的過程中 硬生生的打斷舞的吊桿 當下心情是非常錯愕 非常難過的 我錯了是因為我只有帶一把釣竿 如果是把釣竿斷了 我是不是今天就不能完成拍片了 不過還好我朋友的神救援 讓我可以繼續下去 可以完成這次的影片拍攝 我之所以沒有在河邊拍攝的原因 是因為我那時候臉色實在是太差太凝重 我很擔心我在鏡頭上看起來臉很臭 然後反正整個畫面就是很不好 這一次釣魚的體驗其實還算不錯 因為可以到新的地方 釣新的魚 釣自己沒有釣過的魚 其實這種感覺還算不錯 好,這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 如果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可以訂閱我喔 我是Omega 我們下次見啦